2023年天原调记大舞台 总决赛今天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看选手最关心的两个奖杯 男子组优胜奖 女子冠军 这奖杯到底谁会拿去 八天以后才见分晓 我们女子组呼声最高的选手蓝星 村居选手里面 投你得冠军的有60%以上 你这个你有没有信心 信心不大 信心不大 但还是有 只是不大还有 是不是 有着 但是你参加总决赛跟上一次 第一次参加大舞台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一样 比前面两次更紧张 更紧张 但是我感觉你越紧张 发挥得越好 是不是这样 尽力 尽力 好 这重年级选手 第一次参加我们大舞台 两小时钓了300斤 你最近体重长了没有 最近跌了 跌了 跌了一点 你要是到400斤 估计下次两小时钓400斤 他钓鱼完全是跟自己体重挂钩的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给他上一瓶矿泉水 别人说上的是口肥 湖层最高的男子选手 张连长 第一次来我们大舞台是跟我一起PK 前半场都是领先我了 把我打的手心猫汗的就是他 这次他到底能不能更进一步 大家拭目以待 哎呀哎呀 这个是不仅会钓鱼 而且还会走猫步的 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病就哭 他说了 这次不能哭了 这次我主打的就是喜剧 我争取喜剧而起 格格是我见过的主持人里面 我认为是钓得最好的 他是不单纯是会主持 他真的会钓 很会钓 很会钓 我也挺看好他的 很多人可能 可能很多人都可能认为 男星跟利利比他水平高 其实不见得 我压力好大呀 真的 我去拿我的身份 北方有这样的牵手 我不容易呀 因为北方掉一个连翁的时间 跟我们这就差远了 是吧 北方可能找一个地方都很难 我们这是出门 你在我们武汉那边 骑个自行车 把眼睛一蒙 十分钟就掉到沟里去了 那里面都很多连翁 羡慕羡慕 羡慕 闭关练了20天 真的 没问题 是哪里闭得关呢 八河 提前到八河练干 这是有备而来的 陈胖子 上次两小时掉两百多斤 是不是这次怎么的 也得长一点 是吧 长一点 因为练过一次的 总是要提高一点 是 高手 李源霸 这是我跟他起的外号 因为当时太猛了 他自己掉的满头是汗 那个鱼就是爬个不停 平均是两根 两根一个 三根一个 两根一个 三根一个 就叫巴罗伯似的 最后给他取个名字 叫李源霸 很厉害 这个也是厉害的 这是我们本土选手 湖北的 别人可能钓个20斤的鱼 有点吃力 他一点都不吃力 这是他的优势 当然他以前都是8米1 9米钓连翁的 8米1和9米 现在是不是觉得 起面很轻松 天天钓也不起手 还是七里二最适合我 最适合是吧 以前8米9米的 这两个选手要重点介绍一下 这是两个福袋选手 我们其他选手都是通过视频给选上来的 我认为他挺厉害的 这两个是通过抽福袋抽上来的 然后上来一调让我大开眼界 当时我记得这个江朝胜 我形容他是无懈可击 只用了四个字评价他 无懈可击 这个米元江 我跟你讲 你是红安的是吧 红安的 我们本地选手 你别跟他个子小 在舞台上调得分一起 这是福袋选手能选中的 进总决赛的 这个你们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厉害 这丽丽 这一直在这里想 是不是还是想这个节奏怎么打 对 是吧 那鱼怎么打 重庆的慢节奏 我要来适应这里的快节奏了 是的 这也是女子选手里面 和男性一样 呼声很高的选手 这个其实呼声越高 压力越大 对 压力越大 但是把自己调好就行了 对 做了自己就可以了 对 那么自己调好 我相信无论你是调赢的 还是调输的 观众都还是会喜欢你 把自己调好就行了 参加总决赛 这部想一下 有什么应对方法 在这里想 对 善于不用想 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洞在哪里 这个洞在哪里 两边一来出来了 是吧 对 多大都知道 是吧 守到现在 年龙还是要想一下 要琢磨一下 是吧 争取哪个关键 真的 真的 这次我有准备 我跟你讲 这次前面有很多拦路虎啊 你不怕吗 三百 三百 三百就是单手其干的 顺路而过 我的目标是干掉邓老师 我再不能采访他了 我觉得他吹流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 这次来一共有16个男选手 6个女选手 我们会在他们中间打出一个女子冠军 然后打出一个男子四枪 有他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队挑战我们 这个队里面的也是四个男的一个女的 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有机会打赢我们 就是这些人啊 大家也都在忙 我也没办法一一每个人的采访到 采访到的和没采访到的 他们的水平都挺高 我都相信他们 但是等会儿两点钟 我们开启开幕式直播 大家在直播里面看一下他们每个人的风采 支持谁 相信谁 评论俱见 天元调集大舞台 今天一共要迎来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男子组的 这个300对文俊 这个300 这个呼声很高 这个文俊感觉也不是那么好打的 你有没有信心 信心有信心 我听说他蛮厉害的 因为我一点都不慌 一点都不慌 那文俊呢 你说对他这么样一个重量级选手 你怎么想 他体重300斤 我心跳300下 还是有点慌是不是 不是不是 黄归慌 但是不虚 不虚 对对 好 到底是300厉害还是文俊厉害 等会第一场就是他们打 这两个选手 这两个选手是今天白天的第二场男子选手 一个是来自四川的兄弟连 一个是来自上海的田坑王 这个兄弟连八岁开始钓舞 基本功相当扎实 他钓着那个动作是丝滑的很 很难找出他的破绽 这个你要对上海这个田坑王 你紧不紧张 有一点 你有什么感受 尽量吧 加油打 加油打 这个你的对手很强 但是这个田坑王 争取更快 争取更快 到底他们谁会进棋 第二场比赛见结果 这是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也是今天晚上的两个女子选手 一个是来自我们湖北的区姐 区姐由于长期在湖北钓 这个白莲钓着多 加上昨天晚上他们钓着很多白莲 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这个以前是个钓鱼的 现在是个卖鱼的 你卖鱼的打我们本地钓鱼的 你有什么感受 我卖的每一条鱼都是我自己钓的 那到底谁会厉害 今天晚上见 比赛虽然都来了 但是很残酷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你这一次机会输了 你就被淘汰了 你晋级了 你才能进入下一轮 所以每一个选手都必须认真对待 到底谁能够晋级这三场 拭目以待 天原钓鸡大舞台 今天第三个比赛日 看看有哪些选手 有没有你特别冠注的选手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男子走第一场 来自安徽的李源霸 对这个抓善于的水猴子 这个李源霸是 世大历程 技术娴熟 想一下自己感受 这个信心十足 我逮着一个抓善于的是吧 啊 也不能小乔也不能小乔 不能小乔 对 强力以赴 这个你别跟他抓善于 我是钓连游 开始认识他的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小老子特别好用 你对这个猛将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真的 信心来自哪里 心态爆破家 你是心态爆破家 就是意思把他心态给玩崩了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男子走第二场 一个是来自四川的陈胖子 一个是来自我们湖北红岸的敏元江 这是一个福袋选手 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对手说的 李大师 你看我这个身材 你怕不怕 慌不慌 一点都不慌 主打的是一个什么 灵活是吧 嘿嘿 看到没有 看到底是我们这小裤子的灵活 还是对这个四大历程 谁会赢 今天晚上第三场 是你们千呼万唤的 莉莉对蓝星 这两个选手都不用介绍了 都是你们一直一直想看的 到底是莉莉厉害 还是蓝星厉害 我问一下你们两个紧不紧张 不紧张 你紧不紧张 有一点 有一点 有没有信心 嗯 也有一点 不太大 嗯 看看今天晚上焦点之战 哪个会赢 比赛是很残酷的 每一个选手都只有一次机会 上场之前都信心满满 一旦打输了 都觉得我很遗憾 到底谁能走到最后 我们等着瞧 就会再来 这就会得到最后 都变成了 都会一旦的 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最后一旦的 都会有的 就会成功